那蔡總統不是提前看守內閣嗎 不是跛腳總統嗎 現在黨內大家都很關心 賴院長已經決定要來出馬挑戰這個初選 要來成當2020 那你們怎麼看這樣的提示 這個真是一個令人傷腦筋的問題 那個蔡總統他每次見到我都是余大哥 那賴院長見到我也叫天哥 所以等於一個是妹妹一個是弟弟 那兩個人現在這種情況 真的很 可是我要講一句齁 大家有沒有想過說 如果是賴院長出現的話 那四月份就可以知道結果 那如果從四月份到明年520 那還有一年多的時間 那蔡總統不是提前就是看守內閣嗎 不是跛腳總統嗎 那蔡總統又是一個 國防外交兩岸問題的負責人 所以我很擔心這一年多的時間 是不是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是誰都不能預料的 我很希望說 其實兩邊可以好好的調解 然後我最希望的就是蔡賴佩 我在這邊呼籲 我都叫他親戚啊 親戚啊 讓天哥說一次 兩個人好好協調一下 不要使得本來會贏的仗 然後又打得很難看 如果現在團結起來還來得及 我希望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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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回到後 我這個要是 如果還給我 操心